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有几句话想说 淑蓉 这么多年 我心里很清楚 你跟淑蓉 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一想到 他最初喜欢的人是你 我一想到你们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我就难受 我嫉妒 所以猜忌成为了我的发泄方式 和往事争斗 我根本不是对手 淑蓉对不起啊 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这句道歉 你能原谅我吗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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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美 别说了 你好好的 好好的配合做手术 我没有什么话 等你做完手术出来以后再说 好 我知道的 不管我情况有多不乐观 我都会坚持的 我答应过齐伟要好好的活着 我学会好好的活着 他才会开心 好好的 你看给你带什么了 你最爱吃的 苏蓉 等你出来吃 好了 苏蓉 什么都别说了 我什么都知道 你要知道啊 我们都在这儿等你呢 你知不知道 我这辈子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除了齐伟就是你了 等我出来以后 我们 我们好好的啊 好 等我啊 好 行 进去吧 好 欣梅 我对你的关心太少了 从小到大哥 对你的关心太少了 子博哥 心里不会怪的 前几天 他还要把我爸送到静老院去 因为这个我跟他还大吵了一点 现在我明白 就是想把我爸安顿好 他好放心 这齐伟一去世 对他又是个打击 新闻 加油 一定要停住 我真的怕我再也见不得行 你心里不会有事 你你明白吗 那我一定会不会有事 你去但我就上了 你只会吧 你会不会有事 我这样我去也想过去吧 你来怎么走 你要这么多前面 我都不把你让你带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多想为了我妈 亲口喊她一声罢了 牛招 别自责了 心里阿姨一定没事的 秀南 我答应过你爸 要照顾好你们娘娘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人生不是我一个人 是我们三位女人 好 大夫 怎么样 患者非常配合 表现出的生命力令我们佩服 手术很成功 谢谢 三块五 姑娘我没零钱了 我给你个半半糖行吗 行 谢谢啊 谢谢 那个我家里鸡蛋没有了 来你这儿拿一盒鸡蛋 早上我做包子做多了 给你拿过来点 你看看吧 可香了 来你尝尝 你们家楼下是没超市的吗 买不着鸡蛋吗 你非得到我这儿来买 你无非就是来向我炫耀你的厨艺的 对吧 你废什么话 你吃不吃 我告诉你累到了 我可不照顾你啊 烦死了都 我今天活动场都没累到我 我在这儿风吹不着 热晒不着的 哪儿累了 来 谢谢 真是 今天新到的 拿上拿上 我跟你讲 你下次去别的超市买那个奶制品啊 一定要从货家最里边拿 最里边的都是最新鲜的 外边都是成的 我 我把这个账写完 我就尝你这个 牛肉馅的包子 看你手艺进步嘛 好 谢谢啊 来 叔叔 新梅那儿今天生意怎么样 看着挺好的 你刚才不自己的 我跟我这妹妹一见面都行 都这岁数了再吵出个好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对她的关心啊她都懂 就是新梅这个人吧 她好强 不想让别人看出来需要照顾 别说啊 你们兄妹俩这种性格上的固执啊 都是无处一辙的 说到固执啊 倒了我也没回子播客厅了 魏然那个技术总监的味道 至今还给我留着呢 我这一想啊 真觉得挺对不住的 你也是 而且她我听到ホテ这次的工作 看着她会不住的 我这就是 你也听到你 你也听到我 你都听到我 你也听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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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我 你听到我 我看你的眼光是从来都没变的